杨过之子怎么死的 难怪黄山女提及了神雕侠侣 却对其父绝口不提 黄山女容颜秀丽 脸色苍白 加上黄山女姓杨 她连走之时又说了一句 神雕侠侣绝技江湖 这些信息合并在一起 无非是告诉读者们 黄山女乃神雕侠侣的后人 此时的江湖距离神雕时代 已有百年的时间 黄山女绝不是杨过的女儿 岂有可能是杨过的孙女 不过 黄山女虽然提及了杨过和小龙女 但或许是因为时间过于久远 以至于在场的群雄 没有一个知道黄山女在说什么 就连一向对中途了如指掌的赵明 也问道 他说中南山后 脱死人物 神雕侠侣绝技江湖 这四句话是什么意思 张无忌摇头道 之后咱们见到太师傅 请教他老人家 或许能明白其中缘由 不难看出 普天之下之道 神雕侠侣四字罕一之人 恐怕唯有武当派的 开山鼻祖张三丰了 既然杨过的时代 距离张无忌太过于久远 黄山女为何不向群雄 提及自己的父亲 毕竟杨过之子生活的时代 和群雄较为接近 金雕也可以借着黄山女的说辞 向读者们讲述 杨过之子的精彩故事 遗憾的是 直到以天涂龙 即若下剧中的帷幕 金雕仍对杨过之子绝口不提 只要金雕愿意 凭借他天马行空的想象力 以及通古国经的文学功底 要打造杨过之子的故事 无疑是首到前来 不过 金雕选择沉默不语的原有是什么 莫非杨过之子和郭靖之子郭普鲁一样 是一个要文不行 要武不能的草包 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 黄山女在少林寺出手之时 她仅仅使出九阴真经的武功 就能轻松掩压周子若 这样一比较 黄山女的武功 或许不在张无忌之下 黄山女的武功尚且如此了得 黄山女的父亲岂是等贤之辈 毕竟在金雕的笔下 江湖素有武学退化论的设定 其次 杨过聪明决定 是唯一一个能自创武学的主角 不出意外 杨过之子必定也是一位武学器材 就算杨过之子没有遗传到杨过的天赋 他也可以从母亲小龙女那里 学会左右互国之术 不管怎么说 杨过之子都是当世江湖的遗留高手 若围绕他谱学武侠故事的确可行 然而金雕并没有这么做 或许和杨过之子的经历有关 我们知道 杨过在神雕的末尾 甩出三立飞时击毙了大汉蒙哥 13年之后 忽必烈率领十万铁骑卷土重来 将襄阳城围了一个水屑不通 郭敬黄荣夫妇武功再高 终究双拳难敌四手 加上梁草短缺 襄阳城很快被忽必烈攻破 郭敬黄荣死后 忽必烈的大军长驱直入 不仅占领了襄阳 还在中途建立了大元王朝 忽必烈称霸中远之后 他势必会派出鹰犬 四处搜寻杨过小龙女的下落 在这种逆境之下 杨过之子只能躲在活死人墓里 韬光养晦 过了数年 杨过的孙女黄山女出世 此时的蒙古人依旧在中途横行霸道 为非作歹 杨过之子深知 以一人之力无法立挽光栏 只能将驱逐达鲁的希望 寄托于黄山女的身上 在杨过之子的悉心教导之下 黄山女不仅学会了武牧派的武功 还练成了九阴真经 同时 杨过之子还频频向黄山女 讲述过境杨过的生平事迹 说他们如何保家卫国 如何同蒙古达子浴血奋战 又过了几年 杨过之子一遇寡欢之下 撒手归系 临终前 他仍交代黄山女要心系江湖 抓住实际将蒙古人赶出中原 黄山女将父亲的一眼紧急心中 随着元朝的日渐衰微 黄山女知道实际一道 他不断打探江湖里的消息 得知有一位少年英豪换作张无忌 他率领群雄 和蒙古达子周旋到底 为了协助张无忌 黄山女数次挺身而出 综上来看 杨过之子的武功不俗 也是一位怀有雄心壮志之人 只不过身处兵荒马乱的时代 只能躲在不见阳光的古墓里 郁郁而终 看到这里 就不难理解金庸为何对杨过之子 绝口不提了 如此深居简出的隐居故事 太过于枯燥无味 于是在金庸的刻意安排之下 黄山女向群雄提及了神雕侠侣 也对自己的父亲只字不提